身价200亿的原大集团少东马维晨 和女主播林佳琪热恋 最新一期的周刊王报道 在2月周末一天深夜11点多 马维晨疑似喝醉酒 想要闯进摄影棚 大声向林佳琪求婚 吓坏所有的工作人员 穿着西装身形围状 戴着眼镜长相斯文 她是原大集团少东马维晨 不过现在却被最新一期的周刊王爆料 2月中直闯电视台摄影棚 上演求婚桥段 斗大标题写着嘴闹主播台 平面媒体报道 2月中某一天深夜11点多 马维晨刚好参议结束 到电视台找主播女友林佳琪 当时林佳琪正在播报夜间新闻 马维晨酒醉闯入摄影棚 大声向林佳琪求婚 吓坏了所有人 还好工作人员及时阻挡 才没有让求婚live版直播出去 44岁的马维晨情史丰富 沉浸看艺人影星交往十多年 接着艺人林希磊 商场精英红绍凡 还有模特各个嫁亲 直到现任女友林佳琪 才有想婚的念头 事后知道自己误闯摄影棚 相当懊悔 针对最闯摄影棚 原大集团也做出回应 说马维晨私人生活 公司不了解 也不便了解 而现在也传出林佳琪 四月开始暂时休息主播工作 这也让大家不免怀疑 是要为嫁入豪门做准备 偏领忍做准备 感谢观看